打波比一级感觉可以凶弹一套 波比好像不斗头的 不斗头就算了 他不斗头肯定要在这里面 就个Q技能过来清兵 给他吃吧 我也吃好我的刀就行 前半几个兵他这样做 我也压不到他 进草的话我有点亏 他们不敢换鸡 换鸡进能力被抓 他被干了 波比这玩意他一级也不是很怕 我单位靠后的话 也很怕 他能丢个秀箭 一个秀箭 结束我 一般来说要拿现场 拉少 下是一级把枪把枪抢住就好 就把没枪炒 进草害亏了 一定要紧 按学的是意见的 他没有那个双抗 只有护家 一级刀应该吃不到呀 我好一级让我别吃怎么办 那你就不吃呗 你就卡着经验条 吃经验就好了 用海骨一级刺前面三个兵 压力应该不是很大 这血换的还可以 主要我的血没掉 他都用了药了 我的血没掉了 但是我想杀他很费劲 干不掉的 给他压力就好 没必要杀 一个塔 转K我抽他 接着压制 他要回家了 他都不回家的话 我这个线可以控出来 我最好是吃到700以后再回家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放W 等到你渐进去打波比 晕住 已经是一个比较 典型的操作了 除非别人是极限时刻 都不会用W 那我直接抽的 他也不会开W 为什么呢 有别人知道这个操作 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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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妈的 我们今天就上这个头怎么了 咬他能够 不是 他妈咬啥呢 他怎么操作成这个比较 他捅我 刀被miss了 往后走 不知道他在哪 他怎么TP我可以省DP的 我这波省DP买个萃局走上线会比较好 然后待会再回来再买装备 你不要 万豪一学W是最好打的 一学E的万豪不好打 学W万豪你只要AQ就可以了 走位AQ不吃增伤 就可以吃到兵线了 学E的万豪他不教E 能一直跟你对A的话 然后找机会关键一把你拉过来揍你两拳 你其实很难受 狼狼狗没有要好 要好一点 反正下走就好 现在波比是优势 我是猎神 没办法 他干客的不是很好 发育吧发育吧 我一马属来放在这里了 就是为了预判他过来 挺我 他怎么Q一打我这么疼啊 200多机器 感觉我下不得QW了 他看到我不会用QW 可能会放了 感觉好大呀 等级多高呀 可惜了 他叫说 要杂下来了 不要有 没办ık 狼狼人说 一波还关键 猎魔 有多 能压制 我 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 难受 我现在不能Q他失去痛苦 算了吧 毕了吧 说真的 这个显得太危险 保不定他 装备吧 男人害咯 他怎么就不换技能呢 他W念的好死 现在是我的场子了 我现在要慢推线 推他坏了也压不住他 他没TP的 他这波回家我能吃塔皮 我既要推 既要空陷 而且又要把他弄得回不了家 或者说他回家第一时间我能吃塔皮 不然的话我都是亏的 这波就得吃塔皮 吃两成应该不成问题 他这边有点东西 叫人过来守线 那没办 抱抱是什么 你别不让吃塔皮 小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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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不敢拯我的呀 他怎么不敢拯我的呀 怎么办 我本来玩的 玩的太难受了 打波比没杀新的呀 闹到时时发育 吃果子 我现在推火线 我吃果子上了 我记得河道还要果子 没了 用饼干订一件 饼干有危险的 饼干不好打 他有大呀 无语了 你说你怎么就一点意识都没有呢 这波波比肯定要想先定我强 我吃完那个兵不吃了 都不弄个回对线给他 有点胆小 怎么办 走了走了走了 亏一点就亏一点 怎么办呢 你帮我解压线吧 我好不舒服呀 那个打野玩游戏玩的不太舒服呀 不要犹豫 快钱呢 我得把他要卖了 不然我没有没有没有米 不然我没有鞋子 要卖了吗 这也称了上是挑战吗 他塔下不怕我戳台 我戳了他打我个AQ 我疼得要死 可能说这把开局不是很好 小兵打我 再让他打我 他扛一下塔根本不伤的 我那个血量也很危险 没事的身份出来我收益比较高的 而且这个人是出鞋子加出反甲 他的收益会有慢1100块钱 他这个其实就已经已经输了 他在出鞋子出反甲期间 没有打出太大的队性优势 就一个塔皮的优势 那么这个人 相当于说用1100块钱 买了175的金钱 没有任何意义 队性装备出了也是有弊端 那就是打出队性优势 这波等TP吧 不想亏线 那刀面肯定不会走 那刀面不应打得过 我应该打过 他这个防备我感觉我去的不好打 不留活头 不是 逗完了 一个也整个笑的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R丸闪现多 那我W嘛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相反我对前期 我出个萃取 那么我在萃取打完之后 我就是额外收益 我在萃取对前期期间 我没有劣势 我也是有一个额外收益 所以说都是赚的 我还是很舒服一下我的线队 他只得等了 现在我是有优势 但是我的优势不一定是好打出来 打出来如果对面抓得很难受 让他给机会了 能说就说 判刀没 判刀喽 全都看见喽 他的动作比我看见了 打推了 成分就是正义 这装背一出来无敌 好 tp的机会来了 天神下凡了 接收个AD 接收艾克 这AD不会还能打出优势 玩得不错呀 这是直选手的 想到你打职业的天赋学的高 像我这种不打职业的 那我去玩个补卫玩个新娜娜 玩的跟个处一样 确实直选手还是天赋比我们这种 绝活哥要强不少 先qw骗他那个w要先骗的 pw就是为了骗他 骗出来以后我就是优势 随一下 要单杀台 这波我是在w圈里面按的qw 按的速度要很贴近才能安全 不然的话你但凡q只能比dw慢一点点 你都要被他挡住了 可以卖多了 没必要卖多 电机不没电机 前机不要不要给机会就好 上码我先给机会 但是我还能玩起来 前机只要不给机会 神分一出那就是爹 真的有点恐怖 非凡必选 你要不玩这东西你就办 不然人人都是禁忌 我说真的 这般面我都有点自卑业的 说实话 感觉每个剑技玩的都跟我差不多 这般面 只要你是个小绝活 玩的都可以跟我差不多 在自己的分转 除非你减少放病的概率的话 感觉你从慢慢发起来 你救这神 电机要被削了 估计下版本得削了 每个版本 每个服务器都是登顶着OP上的 应该是要削一下 削的无手 削的对于我来说加强 因为那样子我寻到的感觉会偏高一点 最后面的 就不打了 他要救兵了 高美这英雄还是有点滑的 那个英雄他有跟我战斗的手段 有跟我战斗的手段 我看 他应该打不过我 不是我Q呢 Q不出来了 他大着急QQ把我弄死了 你落手被动叠起来了 有点狠 这都打了 你说失误了 应该拉扯一下 还是没有 还是玩极了 贪欲飓风者你 用来打贪欲的那个效果 原来你是装的菜呀 这波我要把你收了 这波是我的机会 来咯 跑不掉咯 他能用传说门讨 赶紧追上他 只要被我Q到他就跑不掉了 拿下来 一换一啊 这波还是把他收掉了 我没大招肯定不好打 破败有点康的神分 就用硬打架 拉扯 你主要就是吃一手拉扯 他怎么着 千变者者 让坦克玩什么 我来收割了 我还是很脆的 我要注意自己的输出空间 我说这臭啥 给我穿新的给我 原始交给队友 什么问题 他这个坦度整理 对面应该切不死 不用怕 你是坦克呀 100多的双抗 对面凭什么打得死 好像有点变态呀 但是这种都是优势局 也没什么参考性 哲力确实比较 比较容易拉长战斗时间 出甲修确实还可以 但是这是个防御装 有点厉害 刀背W不是可以当我W运营 是他可以 不会打断 放打断 打断不了 他被他放打断的时候又不能放其他技能 他被他放打断不了 感谢观看